来到了我们的母亲河 大家看一看 这就是小时候每天的场景 初五就现在车里待一会吧 一会儿无人机飞一飞 这正在拿蟒子 带鱼呢 带鱼呢 几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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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羞 在这着急呢 着急要走感觉 我说拍一拍那船上的人 可能离得太远了 在家上有风 他信号干扰 本来想拍前面那个开快艇的 我也没停下来 主要是今天有点风 他不太安全 今天第一站是到白杨店 出老实点出 老实一点点啊 走不走不了吗 这边行不行啊 过不去那边行啊 我说右边也过不去 我说不让走 那边的压了 那拉转的拉 那个钩子出了底 你到时候蹭了 你去就摟 行那倒回去吧 倒回去吧 行行行 白来了 往里面倒回来吧 说我一直上车以后 就开始折腾不老实 你这趴那儿就睡觉吧 像 到了梦里地就出来了 这不比坐那个后拖车强啊 刚把它松开 松开让它撒撒尿 但是上车以后 还是不老实 现在去找个地方买点菜 然后晚上做饭吃 啊 待会啊 地方比较偏僻 我已经在村子里 转了连五分钟了 还没找到商店呢 这路也不是太好走 比较颠簸 可能是没有卖菜的吧 应该是不会 没有卖菜的 有饭店也可以啊 村子里的路太窄了 路也不好走 特别特别颠簸 我感觉初五 镜头感特别特别好 慢慢的就适应坐车的节奏了 现在已经淡定了 老师待会啊 别哈哈的热吧 因为车里有点热 因为是中午了 那么一点点热 先去看一看 找地方先停一下 应该是有卖菜 行行行行 老师待会啊 看到别的狗了 估计着是想出去打架 不去不去 我待会儿不去 戴上口罩 我先采购 那么一番番 让我再多 我先摆 我先摆 早说